就是我们学校师生利用我们奉民国小校庆的活动 举办一个师生的美展 让小孩子可以展现他的创造力跟想象力 也供很多同学一起来学习美感的教育 奉民国小校长吴木树说 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 在美学方面有很优异的表现 结合校庆活动办理的师生美展 将日常的创作成果展现给大家 想说校庆那一天有很多的家长跟来宾会来到学校 那就请我们学校的美老师还有小朋友一起 把他们平常创作的作品展示出来 就是让美感教育可以跟家长一起分享 原来只是到学校为英哥创意绘画比赛颁奖的 新北市议员洪家军说 进入了校园现场 才更加了解学校的美学教育 很努力的在进行 可以到学校更了解就是说 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样美学教育已经正在做了 尤其刚刚特别来cue了一下学校老师说 我们是不是一起共襄盛举来对英哥 稍微大家能够做一些尝试跟努力 给自己一个挑战 哇我很佩服我们的老师 一口气就答应了 那我们也期待 透过这样一个美学教育 包含市政的一个结合 我相信我们的在地这样一个美术 这样一个文化绝对会更不一样 英哥区长世明慧表示 很惊艳学生们在美学方面的表现 也从作品中看到学生们对日常事物的观察 与体验是非常深刻的 尤其我们刚才看到漂亮的凤蝶 还有我们的美法设计大赛 都是小朋友自己自创主题 自己发挥想象来创作这美学概念 尤其我们在看到我们陶池重镇艺术制度 这个陶池的展 更是不容易小小的小朋友 可以做出这么精细 这么亮丽的一个陶池作品 可以说是非常的开心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